观战一把杰克好吧 看一下这些顶尖杰克S2的杰克 我跟你们说 这些杰克 其实也没那么好赢 你不要看我的杰克 今天一把三跑一把四跑 你换成他们又碰到小炎猛 这个阵容杰克 这个阵容有一缩印的 这个阵容有点犀利 这个阵容打杰克 两边的容错率都不高 就是看哪边崩 比如杰克中间一波 比如前期抓人慢一点点 中间比如说被打一波架 杰克崩 球人这边呢 比如毛女上来被找到了 毛女这边 杰克是插眼的 这得一个眼插不到 那还真一个眼插不到 一个眼插不到 就有点难搞了 这里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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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刀五刃吃到 飞轮没有好 加速上来的话 毛女这边必倒 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那这样的话呢 说实话 这上来找到毛女 你们让我打我也能打呀 对不对 我之前遇到的可不是这种阵容 当然这边的话 杰克这个牌点 包括他这刀雾刃漂亮 这刀雾刃 你们让我打 我可能打不出来 看看人家 有什么好看 对不对 他们这操作 我又学不会 看了 你不是对吧 更加的羞愧难当 嗯 这拨的毛女可能要卖啊 或者野人卡死就 或者野人卡死就 来看一下这边 野人 野人救 他现在也是骑虎难下的 这野人不救 你也得救了 反正救不救 我杰克都跟着你 下猪一刀雾刃 就看这边怎么躲这刀雾刃了 一刀雾刃飘中 好追双刀 毛女叫飞轮 一刀打中的是毛女 这刀是打中 这刀打中野人的话 我觉得杰克才宝贫真胜 他这刀打中毛女 说句不该说的话 我觉得这把杰克 迎面不高 真迎面不高 你杰克这边击倒毛女 划飞 然后你外面去抓 这野人你抓不了啊 第一这野人拉开了 你也不见到他站着 第二来再把你抓这野人 然后野人上猪 不过这野人直接修机子会不太好 这修机子 如果被找到 当然这边杰克也没有 因为杰克这个时候出去抓勘探员 包括抓咒术师 都没有那么快能击倒的 他要想快击倒就干嘛 底牌切闪 你底牌切了闪 你开门战能力就弱了 而且中期控场这边切了闪也不行 你击倒了以后 这边 全者 当然这边底牌切闪 我觉得如果形成一个击倒压住一探机的话 都是可以 小野猛 一波磁铁 好的 这波磁铁 其实压得很舒服 这样的话自己顺利的拉开了 真的杰克现在 五五开 真五五开 我觉得这五五开就差不多了 这个局求生者都有可能三人三跑 这当这种残局那里强啊 我觉得五五开都有点多了 我觉得多半是个平局 小概率呢 是一个多抓 微概率是个多跑 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五三 五四一 好吧 我给个五四一的概率 五成的平局 或者六三一吧 六成的平局 三成的多抓 一成的多跑 真的 就现在杰克机子是压不住的 讲道理杰克机子是压不住的 球者这边只要不出失误 野人这边被抓了 杰克守不了 守了就三人开门战 而且你守了以后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这边插个眼就不要挂了 挂了呢 野人 待会成为你开门战眼中的一个人 但野人骑猪啊 杰克不一定击倒得了他 然后咒术师这边来救一波 这咒术师还能蹭点菇 那边的话 看待员的机子已经差不多了 救下来 交个菇 一刀 想要一穿 没能成功 野人这边上足 那你追不追咒术 你追咒术打一刀 咒术两层菇 咒术手里面两层菇 加一个飞轮 开门战跟你打 你切个闪都不一定秒得掉他 甚至有可能开门战三层菇 就这三个人开门战都很难处理 专心破译快亮 看到没有 真的 这个阶线的阶线的阶线 这剩下这三个人 这剩下这三个人 打杰克 各个都是好手 这里的话往回过来赶 找 野人这边先吼一嗓子 压尼波尔明 勘探员这边蹲 三块磁铁带飞轮的勘探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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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铁 蓄力刀 飞轮的 大哥 你这飞轮得交啊 当然用我们上帝视角 看到杰克 交这个蓄力刀了 咒术师这边两层孤地下室 挂地下室宝屏 挂地下室宝屏 是不是 对不对 真的 杰克 觉得好打吗 当他那刀没有打中野人 说实话 这局杰克的迎面 就 交个锅 那这样的话 野人这边 位置上面来讲 是可以顺利捞下这个勘探的 捞完这个勘探以后呢 野人还能骑波珠 这个勘探员 倒是玩不动 不过他有飞轮 两个人先我会拉 磁铁先交上 野人 野人待会租好了以后 其租出门 野人说我先走 哎 躲掉 死碟坛 野人反正我不管了 看待员 你自己自求多福 这边还点这个门 哎 点这个门 不会 当然野人这边也没回头啊 方向两边 嘿嘿嘿 这个就属于一个叫什么天南地北了 你在那边点门 我在往另外一边走 向左向右向前坎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打的没问题 杰克说实话 我觉得打的已经很好了 那刀蓄力刀不打中 勘探员是有机会跳地窖的 成 stop 类优独播 噢 都